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老三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来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谈的就是 人类人员在世间 你要想说我的计划在哪里 所以我和大家谈 人类的计划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艺术 所以人员在世间 实在是很快乐 很快乐 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人类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 那都是让我们感受到 我外来世间我有一个実感 有一个质感 所以人外来世间 不是只说有东西吃就好 吃你要看怎样吃 清你要看怎样清 所以不一样的国家 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交流 你的亲亲的体会到 就说我们人可以让兄弟 冲造在这个世界 是好顶好顶美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真的很不愿意 说大家做人在这个世界 已经做这么久 到底人的价格在哪里 你自己不知道 那世界来一串 会一串又来是没有了 因为我在形容 这个世界好像一个舞台 你一个圆圆 将带,圆圆圆圆 你落台 圆了好人会很怀念你 圆了不好 人们也让你赶紧进来 所以没人 好啊不好 你就把圆圆圆下就对了 所以等你落台后 你台上所圆的 那叫做 该观论定 uchsabar帀 把你盖着 你这样不再去 没有呢 所以这是很公平的一个人生 其实可以来世间 圆 演出,那是合併公正的事,可以來使用演出,這是我們英文跟英文都可以很難忘的事 若根本就不可能再來電演了,因為你電演,你前面演的是要怎麼看 你前面演的算什麼,大家也要來電演,人生就要大家電演 到一次跟時間,沒有一次是時間 所以我相信你如果看現在的孩子在打電動你就知道 現在的孩子在打電動就是這樣,我這次玩六次,分數三萬幾分 啊,切了,沒了,直接reset,對頭又打,一次次四萬幾分 啊,沒了,現在八萬幾分,那種東西,你每次都對頭玩 對頭玩,對頭玩,到一次會玩,因為你就不會玩 因為那種東西的分數不是說一百分,一半就是一百分,它不是 它的分數每一次打都不一樣分耶,所以你看看我很喜歡 這個頭籃子,這個人說幾分,請你打幾分,打幾分 好,我想我打兩百幾分就很厲害了,結果有一次 人家專門在比賽的地方,有人在辦這個比賽 看我記得,看那些眼睛,他們要錄下來 有人打到八百幾分,那打哪,那我一回看那個歌手,有夠恐怖 那個不知道,到底不知道,已經錄多少錢去玩了 都不用看,他只拿球這樣 一直拿球,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很恐怖,像奇奇一樣 欸,你如果像我這樣玩,你要玩幾分才有夠 多一次是你的溫意,你了解我意思嗎 他英文都不會溫意,因為英文都想說 後一次會哭比較好,後一次會哭比較好 所以親的朋友啊,你的人生 你如果去相信輪迴再來一次,你會很痛苦 因為你英文對你的人生都是不滿,這個觀念你一定要聽 因為你若不是很清楚,知道說人生只有一次的順序 你會很不滿,我這四人過了一次 我後四人又要回來,重玩,頂頭勝 後四人又要做入圍 後四人,我不會生在台灣了,後四人我生在飛球 我回來,好啦,尊重給你後四人做入圍,又生在飛球 你後四人看你這樣就會溫意,我幫你保證你不溫意 你一定會說,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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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來,我要再頂勝,非洲不好玩 我要去後秋,我要來做貴婦 我不要生在這個時代,頂來頂來 我要生在貴族陰島 你若像你這次很煩的人 你的一生,英文都在那裡煩,英文都在那裡煩 你英文對你的人生,你都是不會溫意的 你後四人再來一次,你也是一樣不會溫意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人真的不能接受一種人生觀 因為你來去鄉親輪流的朋友 你人生可能你已經不知道來過幾百次幾千次,你自己不記得了 但是我問你,多一次是你溫意的人生 你絕對沒有人好醫生是溫意的人生 因為,你若有一次溫意的人生,你就不會再來了 大家聽得懂嗎? 若有一次的人生,太溫意了 這就是人生,我真的都沒有溫意的 這個人生,我真溫意了 你若真的接溫意,你現在又來做什麼? 所以可見,你若去接受一個輪迴的人生 你的人生沒有溫意,因為你英文找不到 一個給你溫意的人生,你英文就找不到 所以你若過一種人生,你為自己住得很痛苦 所以若是建議,來參加聖經跟我們說的 聖經跟我們說的就是,人生一次 無分什麼好得不好 就是那一次,那就是你的 那就像生的小孩一樣 小孩生出來,你就不能說 這次塞回去,塞回去,再重塞一下 沒問題,不然你就好大 我跟你生的生的,我換了 我換另一個,我跟你生的生的比較漂亮 不然你好大,你試試看 你好大,你試試看 你絕對拔命,你怎麼沒辦法 你絕對試試看 沒有人可以接受,你這個 這年自我中心的嘛,對吧 人生就是要接受 你自己生的孩子 生一個臭頭,你也會接受 臭頭,第四 老婆,再重來一個,重來一個 你別說你自己去生 懷胎十月,那很艱苦 你做人不能這樣嘛 做人就是,既然你已經選擇這個 對象,你既然生出這個孩子 你有一個質疑,你要接受他 你就是要自己自己說 這就是最好的 因為這個像我生,這個像我生 這個像我跟不生 生的沒有人更好 你真小的,那小孩 像嬰兒四,有嗎 很多小孩都在那裡 你自己摸在那裡,摸摸摸 他說,老婆,我們的小孩最醜 見到那裡,你說,他很可愛 我如果這麼漂亮,你生成一個 絕對媽媽最脆皮給你拔下去 你給我一次看 你不可能這麼見面 所以人家說,無論安裝壞的小孩 只要是自己生的你看都是漂亮 你說,不會 不會 人生也不會 如果我看我,我都覺得我的小孩最壞 我非常感謝,相信我不是你的小孩 你這個爸爸實在是很不健康的 自己生的又會陷 生的又會陷 生的又會陷,又會陷害死 所以這就是代表你心態不健康 兄弟自然有一個很厲害的本書 就是看自己的母子都很漂亮 看自己的小孩都很可愛 你如果沒有這個材料 我老三給你拜託,你不可以帶 你說,老三我帶下去了 帶下去,你趕緊去找牧師給你祈禱 給你祈禱,給你祈禱,給你祈禱 因為你這個人太可悲了 家裡為什麼太壞了 你已經跟人帶來,你還覺得 其實很多漂亮的,我是不需要帶來 我是去的女朋友,所以我帶你 你這是什麼理論 你如果要跟人帶來,你就是要 因為你是最漂亮的,我不需要帶你帶來 這是兄弟做我們人的一個本性 所以我這個給大家丟 就是說,你做人在世間裡 已經這麼多年了 你是不是自己自己知道 我做人的價值在哪裡 不管已經做人做這麼久 還在陷自己的人生 陷命運,陷背景,陷家庭,陷家庭 陷阱陷塞 不是這樣 所以老三這個月 想要來引導大家來思考 你可以做人來世間 你可以欣賞人類共同 創造出來的音樂 你是很幸福 當你聽到各種音樂 你有種幸福的感覺 當你有機會 看到人類 這麼一種不一樣的藝術 你應該感覺很幸福 當你看到鑽子在海中在走 那個鑽子 竟然有這麼多種 你如果有機會 去到這個 紐西蘭的奧克蘭 奧克蘭 一公斤去刷雷 二十月刷雷 你去江口看 真的站在江口看的時候 你有種很溫暖的感覺 你會覺得人生真不好 雖然這些鑽子都不是我的 我都感謝上帝 家宰不是我的 因為那些水金很重 但是你說感謝上帝 因為怎麼有人做出這麼多漂亮的鑽子 同樣的鑽子 那個造型 什麼公主號 什麼大力水手號 什麼英雄號 什麼一去不反號 沒有啦 沒有這種鑽子 就是說 你會發現 人是真的有創意 竟然可以做鑽子 做出這麼多不同的造型 有大隻的 鑽子 國中的 你就聽話說 人類他們有藝術感 人類實在是真美好 你可以做人來鑽子 當你參與 在運動中 比賽中 你會覺得很溫暖 做人實在有夠好 可以看到奧運開幕式 可以看到這麼多不一樣民族的人 後來黑色色黑色的 後來白白白白的 大家都做會 在那裡做會在走 在那裡做會在比賽 你就有三星是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三星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所以你做人 當你如果看到不一樣的國家 有不一樣的文化 當你看到不一樣的國家 他們都會這個當時勒毛 勒義 當你看到不一樣的民族 他們都發展出很多很多 射於他自己的特色的時候 你會覺得做人實在很好 我是怎麼有機會 可以來接觸這麼多美好的東西 尤其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是地球村 地球村 所以你的經驗覺得有夠美好 因為我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認真的人 做人好嗎 做人真的好 這次老實在是要跟大家強調 做人其中有一個很精采 很奇妙 一個很好的美好經驗 就是做人是可以交通 交通 尤其現在時代你真的有很好的名字 因為現代人交通的工具有夠多 可以用手機跟人交通 可以用電腦MSN跟人交通 可以用電話跟人交通 可以面對面跟人交通 交通的方式非常非常多 我們人跟人之間 你可以用這麼多方式去瞭解 他在說什麼 而且你現在有一個開放的心 我相信依然不是問題 我絕對相信這個東西 一定可以協助 以後一定可以讓我的手機拿出來 現在對我來說英文 我手機拿出來 選擇選項英番中 它就顯示 螢幕的顯示 你是哪一國的英文 還有分 英國Q的 歐洲Q的 紐西蘭Q的 美國Q的 你把它輸入 輸入 對吧 現在是一個Enter 你現在手機拿出來 對香港的英文 一堆一堆一堆的時候 你的語言翻譯機 你只要搭一個語言 它會很自然 都在翻譯作中文 你要翻台語也可以 英翻台 就可以翻了 所以這個 自然就跟你說 它是在說什麼 所以我們很高興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交通的工具是很簡單的 現在如果他們在電腦打字 現在已經有線上翻譯了 就是說你一堆文書 英文的 你可以點一個而已 他幾堆幫你翻譯作中文 現在已經很方便了 所以人跟人 那個交通的障礙 現在是很低 最主要你的心 你覺得勇敢想要跟這個世界交通 你想不想連結到全世界 這個重點是我想要來探討 因為我很擔心 我感覺台灣的人 好像真是對這個國際化這個東西 我們還沒有很好的準備 所以這次願望鼓勵大家 勇敢跟全國世界來交通 待會繼續觀看 歡迎來到三個節目 其实人外的时间很漂亮的事情就是 我们有力量来交通 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台湾想要在国际上有影响力 我们一定要非常开放 打开我们的心 跟全世界交通 让全世界都认罚台湾 所以我这个观点要提出 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是全台湾的后会 后中国台湾的 世界国庭都有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你做一个人在世间 他目前21世纪 一个专举化的社会 你不能再自己的双角 不可以 你要勇敢 来应接专举化的一个条件 所以你要勇敢 可以了解别人在想什么 你要愿意去了解人所关心的东西 你不能因为只有关心你家的事 别人跟你说什么台湾不应该 我只能说我家的事而已 没人要跟你说话 真的没人要跟你说话 所以台湾 你如果说国际舞台台 台湾走出去 你那些双方的参户人 大家关心的东西 大家在关心 最无论 你才能关心吗 人在关心最无论 你才能说 最无论算什么 好 我们蓝绿二度 什么什么 拜托的 现在到底有一个问题 比较严重 你没去关心 别人关心的东西 别人为什么就关心你 这道理很简单的嘛 虽然台湾愿意说 我们将来给国际跟我们认同 你收拾你自己爱心 参户在国际 别人关心的东西 你也要关心嘛 我觉得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 自己关心的人 国际的局势 我们都没在关心 我们将来没在关心 国际的新闻 都缠了一点点而已 大家都只要关心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自信 你听不懂 人们觉得你们很自信 你们台湾人出离到世界国庭 你们就跟英文在说 比较说比较说你们的事情 比较说 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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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反对 大家也会问台湾独立 但是你 只要不只能说台湾独立 人就会觉得 你们实际上 思想很狭隘 你外里 世间除了台湾独立 他没有没有其他事情 能关心吗 所以这一个要紧的观点 就是说 我们台湾出离的人 你无人怕到世界 哪一个地方 你要先关心人的事情嘛 对吧 两个人说 你很关心吗 你对我们这些事情 都很有看法 你很清楚我们的总控 当别人发议说 你关心他 他就会关心你 很简单的嘛 别人发议说 我这样说的外地 你都知道 你有在关心吗 因为这个尊重 人就开始你的关心 你的问题 你不用说 有人跟你问 你台湾的 台湾是很欧望独立 对啊 我支持台湾独立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 我们不是 人国最最关心的外地 我们都没什么在乱 我们永远都只有关心 跟我们有关系的东西 这样你真正很快走出去 所以我们个人是同样 你不能每次跟人交通 跟人说事情 都只有说你自己的事情 你将来不能关心 对方你最近好不好 你都不能关心 只关心自己 这样你不会快乐 所以老婆母亲间就是这样 可以问你最近好吗 你今天好吗 你感觉如何 要关心他 你来关心他 他就关心你 你都永远都会说 你都不关心我 人家觉得你怎么这么做 你很幼稚 只要我只要我关心你 我关心你 我关心你 谁关心我 人家就是这样 他申请一个不完 所以我愿望说 我们人跟人的时间 一定要重视交通 因为交通就是 我们人跟其他 都很大一个差别 我们人是要很厉害交通 用音乐交通 用运动交通 用耶稣交通 用建築交通 用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都会交通 甚至我们的保抵 还可以去美国宴 虽然他们听不过 但是我们这种艺术 我们也可以 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去那里面 因为耶稣本身 都可以交通 所以你看到 我们人跟人之间 就这样 担担交通 你外面不才有家 你都外面 你自己的世界 不然你关心别人 你怎么会快乐 你不会快乐 所以请你记住 人外面 其中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灵力 就是五湯医祖 我有一个中心 要可以去跟人交通 所以一个人交通 灵力很强 这个人就快乐 真的 他无论跟什么人 他都外面跟他说 他有才条跟人说 这样这个人快乐 人为什么不快乐 我只有到少数人会败 像我没败 只有这种人我会败 那种人我就不败 你的生活全是很败的 对不对 只有大家都吃钢米的 最后 坐钢豆 你跟你吃不一样 都不会跟你的道理 你不会快乐 你绝对不会快乐 人就是要去了解 别人在立场 你如果吃败的人 你要了解 人是怎样人没有吃败 人吃败的坚困 你才了解 你如果没有吃败的人 你如果那个人了解 你怎样真的要吃败 吃败的好过瘾 那个快感 在哪里你也去了解 虽然自己没有吃 但是你会了解别人 不是要跟他交朋友 是不是 只要对方不要做派 你别人说 我没有在台南 你跟我说台南什么主意 你的身经病 那种东西有什么好了解 所以记得 犯法的事情 犯罪的事情 没得到的事情 那种事情你不用了解 有的人就是 想过没有跟他交通了 老三你就说要交通 我等我再交通 我都会问 分多少钱 你稍微描述一下 分多少钱什么感觉 那种东西要了解 我们在说交通交通 要有一个交通 就是说 没有犯法的事情 我们可以跟他交通 如果这个犯法 这个犯罪的 没得到的 那不需要交通了 那已经是犯罪的 那不需要交通 我们要交通 就是交通好的 交通不一样的观点 这个观点 没犯法了 这个观点 不是没得到的 卫定 我们就要交通 所以很多朋友 他人情过得很致上 就是说 他不可以跟他交通 合则来不合则去 都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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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这样你不快乐 你要跟你这种 头脑西斑的人 你怎么跟他交通 这个外人 头脑 有很多变化的人 反应很近的人 你没有办法跟他交通 这要有 絕對要有 交通不是靠你的本領 靠本能就不用交通 就是說 我要用交通 幫助我突破 我覺得我比較不熟的那個部分 我比較含的部分 我就要靠交通來補 要人家才會快樂 所以我問我們所有的朋友 我們更關心 整個世界發生的事情 如果更關心 百人發生的事情 用這麼多關心 我們的人生就會快樂起來 接著時間到這裡 然後一集請繼續收看 謝謝 鳳准協總幹事 對大家來訊息 來 先對大家 來 準備好開笑 大家好 我是郭廷香 是 來來來 我們國來很多朋友說 我們國來聽說 我怎麼開始有比賽 我們想要 如果我剛開始學校 我可以去參加比賽 當然比賽有分天堂 但我剛開始學校 差不多要多久 一般當然就看你的天空 跟你的勤勞度 是 是 一般大家 有投入都是可以很快 但是還是要記得 我們不要造成大會的困擾 什麼叫做成困擾 因為你學校不會很順利的順利 你就去參加比賽 結果如果要照顧你 對啦 就變成農會大會資源 但是國邊也知道 我可以比賽還是不可以比賽 那一般你 如果有一個好的教練 他會跟你評估 跟你建議說 你還要多練習 還要練多久 在什麼風況之下 你要增加你的經驗 是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真的有幸福 都常常可以 半年可以去參加比賽嗎 應該初級可以 合理啦 合理啦 但是我們未來 各縣市有選拔賽 你可能選不上 當然啦 我們不用說贏 我們現在是說 可以開始跟人家 稍微處理一下 半年是可以差不多了 可以 但是我們這個比賽 有分成俱樂部被煎 還是協會 委員會裡面的 整個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可能 先在你自己的海域裡面 去比賽 自己裡面成立就對了 對 你就有增加信心跟技巧 然後等你 可以到成熟了 你可以去外縣市 別人的海 別人的海 因為那個海 對你來說是陌生的嘛 對 我剛才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不一樣的海 當然 所以我們棚村裡面 沒有冠軍 只有這一次的冠軍 對 沒有絕對的冠軍 沒有 因為每個海域都不一樣 因為你這個海賽 跟你另外一個海賽 那完全不一樣 它的風的問題 是 它的海洋 那個貂流的問題 是 哇 所以棚村的比賽 本身其實是很多 複雜的因素 正確 所以我們沒有說 像是世界說你破什麼 技巧破什麼技巧 都沒有 因為總統都不一樣 每次總統都不一樣 就算你同一個海域 那個風 尤其我們棚村是很風的 是 那天的風的情景也不一樣 但是這樣天都好玩 不然你們說這個冠軍 因為我都冠軍 這個口才好比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棚村 都要扣大 巨聯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我訂說 他說 後禮拜拜 Marco禮拜 結果風太早 不可以比賽 還是說風太早 也不會比的 有時候說 價位比賽的五個行事 結果我們跟三個行事 可以算成績 也要照三個來算 所以我們有規定很大的東西 要考慮的數很多 正式比賽可能就要演技 還是出銷 看大會 你剛才說的就是說 國內有什麼比賽 目前就是說 除了你修繩以外 都不一定就要比賽 在比賽可以造成人的鼓勵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 委員會裡面的比賽 不論全國的比賽 全國運動會也有 今年剛好有全國運動會 運動會有怎麼在比賽 旁邊有包括裡面 所以現在看到這裡有些相片 就是比較大型比賽的相片嗎 這就是比賽的時候 幾個傳型的相片 在裡面 這是算什麼規模 你現在這個相片 這是幾年前 繞基隆餘的一個照片 目前我們全國上的比賽 都是剛才說的風浪板 對 熱關性 雷射 這些都有包括在裡面 這個就是規模 大學來追蹤管家 有的全國運動會 因為各縣市有獎金 所以大家還會打拚 打拚 你如果說全國的 差不多多少來比賽 最近都是百多台村來 真的嗎 不少耶 所以我們這個人口一直提升 一直在增加耶 對 尤其你看 我們這個樂關性來 沒有家長也會參加百獎 是 他會帶動 對 這樣也好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想要了解這個比賽資訊 剛剛說 我今天剛剛有比賽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去了解 其實我想另外一個建議 你自己沒有去賽 不然你全野會 帶去那些屁股 去鴨餐 看人都可以 那也是一種作味 先從看開始 這也是另外一種很好的道具 都不用錢 謝謝大家 謝謝總幹事 謝謝 謝謝